吧 卢 你要真心想娶我 就堂堂真正地做人 现在就收手 行行 现在可不行 现在在节骨眼儿上呢 啥节骨眼儿 你就在延进城 说了蒜油能咋样 还不是关上门 踏踏实实过日子 那过日子跟过日子 可不一样 男人活着 他总有个小巴 你让我怎么过 跟你一块卖馒头 你干脆让我死了算了 想想 我就干三年 行吗 我嫁的是人不是钱 可是没钱 你怎么过日子 那儿看钱是咋来的 怎么来不一样 反正不是从天上掉下来 算了 别说了 说了你也听不懂 今天你到底怎么了 你们女人的心思啊 真难猜 比大家还累 那就随缘呗 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你不会变心了吧 在你娄儿五心里 我只要不变身就行了 变不变心重要吗 得 看来今天晚上 我压根儿就不该来 好 走了走了 我真走了啊 我真走了啊 爹 这豆腐没法卖了 我哥中邪了 我又没中邪 我哥是花痴 我又不是花痴 这人都躲到远边儿的 爹 这不会影响我娶媳妇吧 驾 你不会走远一点去卖啊 不愁 今儿都走到北关庄去了 人还是不买 这就叫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吧 驾 我哥中啥不好 非中邪 驾 这一天没见着你哥了 你哥去哪儿了 又去河边了吧 人都是盗黄河 不死心 我哥呀 盗黄河心眼儿更活发 这百数和冬桃的事儿 你可不能不管吧 老杨 你说咱俩过心了 不心了 这事我管没管啊 管了 不心是管了 连冬桃带她娘都差点 搭出一条人命去啊 你看这瘦闹的 你说 你说现在 我们家那豆腐房啊 连块豆腐都卖不出去了 你说再这样下去 这日子不是混了吗 你说 这赖谁呀 这就赖百顺 你骂他去 老马呀 这现在 这庄里人不都说 我家百顺是花痴吗 你说 那花痴它总得炫花来治嘛 是不是 我想把冬桃啊 接回来 什么 还要把冬桃接回去 拿你当闺女当药引啊 不是 拿你闺女挂火坑你推 是吗 不是那意思 你呢 亲家 你消消我 我不是个意思 我是为他们好吗 我问你啊 过去你说的话 还算话不算话 算呢 算话 后悔不后悔 不后悔 后啥悔呀你是 真的不后悔啊 我真不后悔 你要后悔呢 我 我要后悔 你 我要后悔 我就把我家豆腐房对给你 行不行 得 得 齐了 白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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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行 行 别说话 干啥啊 我接了去 你现在跟我走 走走 过来吧 白叔 白叔啊 你看看 这就是咱们老杨家豆腐房的全部账本啊 你爹我这辈子没干过什么大事 但是这账 我是一次都没拉过的 这账不糊涂啊 这做人也不糊涂 爹 你让我看这些账本啥意思啊 这还能有啥意思啊 这些账本从今天起去交给你 以后这豆腐房呢 你也接受看我 对了 还有那句话 我也传给你 我也随着走 有了这句话 你呀 就是咱们老杨在动物房的主人了 我和百比呢 以后就给你打下手 爹 我不答应和冬桃的婚事啊 白说人 这人哪 哪能世世地 由着自己的性子干 那我年轻的时候 要是由着自己的性子做 那也不会有今天这么大的家业 我不想要这家业 我更不想要冬桃 白说人 你听人劝吃饱饭 咱们老杨家祖祖贝贝 就是听了圣人的这句话 才眉挨饿 白说人 听爹一句劝 摆着豆房接过来 和冬桃好好地过日子 你好好地想想 董事宁 佐川 伯桃 监 留下 朗 拍摄 看 这 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哥 我没站住 哥 你不厚呢 我已经没错过片了 我长这么严实 我还以为啥宝贝呢 这还不是宝贝 这肯定是阎罗拉脸 娘留下来的 咱不知道阎罗拉脸的啥玩意儿 还以为有点探索 现在知道 没知道你娘 亏大了 豆腐房没捞着 话也没听着 算是阎罗拉脸 可是也没破骨片 哥 你比我早生几年 这怎么好了 都让你一个人捞走了 我现在有了阎阎罗拉脸 别的都让给你 行吗 你别得了便宜还卖乖了 你爹已经把豆腐房传给你了 我跟爹说起 豆腐房传给你 那你还有那句话呢 那我就没辙了 话听进去了 就倒不出来了 算了 哥 你不发费了 我帮你拿着 你要不还我自己拿着 老马叔 老马叔 爹 爹 百顺他是不是接我来了 接也不回去 他接我干啥不回去 不是不让你回去 是不能轻易回去 这回要再不拿住百顺啊 那以后他就难了不是吧 爹 我可听你的 老马叔 婶儿 百顺 大今早上来 必有急事啊 是有事 说 我想说说我跟冬桃的事 冬桃 冬桃不回去了 姐也不回去 那正好啊 冬桃不用回去 您哪 以后也别再为难我爹了 我是来跟冬桃退婚的 退婚 你以为 冬桃是骡子马呀 那 那你说退就退门 哎 张百顺 是你爹让你来的 我自己来的 我跟你说不着 这是我跟你爹的事 可这事它是我自己的事 我自己的事跟我爹过不着 那爹就不是爹了 画就不是画了 爹还是爹画还是画了 可理它不是这么个理 老马叔啊 嫁娶是人生大事 我跟冬桃不合适 硬把我们俩拴一块 那我们俩这辈子都毁了 你说的这是人话吗 你毁他冬桃 咋就毁你一辈子了 他他他 他这么不明不白地毁了娘家 那那 早让你给毁了 婶儿 我从来就没做过 对不起冬桃的事 天地作证 到现在我从来就没通过 冬桃一手指头 你说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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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冬桃 现在还是 是黄黄大闺女 是 我的后面子的闺女 可让你给抗惨了 你说你说 他名声让你给毁了 他这辈子咋做人 咋让我给抗惨了这是 等了等了等了 什么都别扯了 退婚 没毛 你说 就说咋办吧 杨伟帅 我是看得起你啊 才把闺女嫁给你 刚才你说的话 直到你没说 我也没听见 现在我就把冬桃带回来 以后的日子 该走得过你就走得过 你要非得退婚呢 这可闹大了 不合收场 叔 这事本来就不大 不退婚 我和冬桃的日子都好 过不了 退了婚 冬桃该嫁人嫁人 该咋过咋过 那还有呢 我这脸 放哪个 要死下了 叔啊 到底是你的脸重要 还是冬桃这辈子重要 人才不能光味一张脸 活着呀 爹 你可把我给挨除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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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我的冬桃 哎呦 我现在是冬桃 你咋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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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你夹上架 你咋真上不了啊 我马叔 你以后给冬桃制这儿 也制点好招 叫冬桃上吊 你也推损了点了 杨哥 你给我滚 滚 老阳 我跟你说 当初你怎么说的 这事不成 你给我滚 把这坡子给我 是不是 是 是 老阳 老板叔 我跟你说 老阳 老阳 老板叔 你让我说老板叔再说道说道 行不行吗 说道啥呀 还说道啥呀 甭说了 我跟你说 这回就是你家杨板叔同意了 我家东陶也不能同意了 你说你还回来 差点死了你这儿呢 我知了了 那本身上 老板叔 什么 什么 我跟你说 老阳 你可不能欺负 家人这老是 我不没 你说 没事中的邪 那要不是我救他 我帮你 啥事都我盯着 还能活到今天吗 是不是 是 我告诉你啊 原来最多几掉个耳垂 几缺个耳垂 你这一退婚 你说 你说你让我那家呢 闺女 可这么惊人啊 我爸大哥呀 那你说咋办吧 干咋办咋办呗 咋破子 领了 老板大哥 小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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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大哥 老板大哥 咱们过心这么多年了 你总部这也真的 你不是要真的对我的铺子吧 你说呢 哎呀 老板大哥不行啊 这个铺子养活我们全家呀 我求求你 你可千万不能这么做呀 这是我们祖祖卫明传下来的 我可不能对呀 这都是 你不对 拍摄惹的祸呀 拍摄啊 你的你小兜崽子 你再拿呀 我杀了他 杀了他 我杀了他 你傻慢点 我 还没到杀然后的地步 我跟你说 就是 你给个交代 我都害臭 你这是啥家风啊 他们家闺女杨寅平 从小就跟人私奔 难不成 你家本数也是这个货 你不好好管 你都说个主意 你说怎么办 我赔你钱 行 那你说多少话 我赔你多少 五十大洋 五十大洋 对 对 我上拿挣这么些钱 你小爷 老爸 你去杀了我 你去杀了我 行行行行 我没钱 行行行 你别老杀来杀去的 还没到杀人的时候 我一杀 该怎么办咋办 该怎么办 没钱拿着 碰着地 你这什么死了 逼我呀 老爸 大哥呀 相信吗哪 别 别 别 你这人逼我死了 爹 站住 老爸说 我顶我哥 我娶东桃 对对对 让百丽取动的啊 行不行啊 你们等等 我们俩上来上两 嗯 快点来什么事啊这个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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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话过 别听话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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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李雅 今天这事 不管成不成 爹都谢谢你 哦 现在您知道谁给您一条心了吧 知道 这动物房 该传给谁呀 传给你 丢人哪 我 天兄 你刚才说 财政紧张 脚力不足 是吧 那我泥丝 愿意添把力 每夜都给你提一提 老泥啊 还是你懂事啊 天兄啊 他罗伍最近老跟我抢地盘 哎呀 他这不是给我找麻烦 他这是给您找麻烦啊 你俩都不是守族的灯火 我可是一直忍辱负重啊 他罗伍 他想把我给赶走 一个人独霸眼睛 我就是想躲 躲不过去呀 反了他了 他这是把我铁牛脸上摸屎啊 他就不怕把他屁眼摆着 铁星妹 他根本就没把你放在眼里头 是得想个法子 提醒提醒他 丁县长 您赶紧给拿个主意吧 情况紧急啊 铁牛啊 这么多年您没个长进 事还没出呢 你天慌了 等事出了就晚了 我的丁县长 那你姓和罗伍打起架来 这不是小事啊 这么大的动静 伍是伍不住的 再说了 我这警察的内长 又不是龙子耳朵 我总不能不管吧 他俩的分子钱都是按月交的吗 这事别人不知道 您还不清楚吗 我这一收上来 马上就上交了 从来没待我手里隔过夜啊 那他俩谁交得多呢 我对天发誓 交得都一样多 都是连着 尼三和罗伍 这俩人哪能不能走 都是流氓 那能有啥忠心呢 一个狠一个坏 都不是好东西 既如此 他俩狗咬狗的 你招他奶门子急呢 那我总不能看着 他们在我眼皮子底下闹事 有本事的会制造矛盾 没有本事制造矛盾的 会利用矛盾 他们俩掐得越厉害 对你越有利 什么时候他俩不掐了 你就麻烦了 也对啊 像现在他俩这样各管一片 我这就挺踏实的 你踏实了 他们能踏实吗 谁看这白花花的脸子 他不点长呢 你要做的就是 谁弱你帮扶谁 谁出头你打谁 懂了吗 就是这罗伍现在实在太过分了 这几分闹事都是他先挑了头 冲击县经府那么大的事 这里面就有他的人 是尼瑟告诉你的吧 你怎么知道呢 爸 我什么能不知道呢 丁县长 这罗伍现在把尼瑟逼得可都快上吊了 这尼瑟就是靠上吊起架的 那么多年了他也没点新的招数 他不烦我都看烦了 问题是他俩这一折腾 那眼睛的智涵可就乱了 那眼睛的智涵可就乱了 你就不动动脑子呀 这是机会 你要学会利用机会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我马上就去找老伍 丁县长 那我先忙去啦 去吧 来 来 慢点走啊 慢走 听说 你俩最近打算比划比划 没错 不过啊 我跟尼瑟的事 您争议之内的第一次 别不给您添麻烦 我啥说不易凡手专门啊 问题是现在尼瑟主动示好 他愿意多分担点 你说 他这一多分担一些 这 这我这不就有点为啥呢 懂了 兄弟啊 尼瑟 加两成 你呢 也加两成 我不骗不像吧 你们哥俩是我的左膀右臂 我谁也离不开啊 那我 那我这俩胳膊 总得一边吵 丁队长 您是只看见贼吃肉 没看见贼挨打呀 我们挣那点钱也是一个子一个子 从人家嘴里抠出来 脑子别在裤腰带上拿命换的 您总得给兄弟留口饭吃吧 人家尼瑟好歹有个说法 说法有个屁用啊 是能吃能穿还是能当银子似的 至少他比你明白道理 铁队长 铁队长 您要这么说 就是您不明白道理 这么说 您不明白道理 您我们家里驾驶非打不可了 非打不可了 我 我是警察局队长 您眼里看有没有有点儿王国 有啊 事长 您在我眼里就是王国 我孝敬了您 您也得保护保护我吧 这是静静不知吃罚酒 我什么酒都喝 我告诉你 我罗伍是站着丧鸟的爷们 谁要想掐着我的脖子强冠 瞧 也就不怕不跟你翻脸 回队长 在我罗伍这脑子里 还就是真没这个怕子吗 谢谢您的酒 反了他 就是 他这不但是打了我铁牛的脸 他还打了您的脸 再不给他点颜色看看 他还真以为在眼睛天老大 他老二呢 不能让罗伍过于嚣张 丁县长 要不咱们找个由头 先把他给抓起来 不能造次 你再好好想想 最好是一箭双雕 您的意思是 让我去问韩县长 他是正的 或是负的 不能忘了康子 丁县长 谁不知道 您这在严谨真正说话算数呢 您放心 我铁牛知道哪头康子 只要有动静 我马上会向您比报啊 那倒不比 心里批的就行了 走动过贫 反倒人生意 明白 晓晓 晓晓 我有事又要离开几天 出啥事了 晓晓 这是男人的事 你就别问那么多了 你告诉我 到底出啥事了 这个班质你拿着 手头紧了 就把它卖了 晓晓 记住 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都会回来谈你的 走吧 你这几年忙着跟韩敬明斗 他铁牛没少这么空着 往自己兜的块儿 我听说 他老婆开的铁剂饭装 就是个吃钱没点的黑窟窿 你看人家往兜里划了银子 心养着个事了吧 水智清泽无鱼 不给人家点好处 谁给你卖命呢 我怕的是你没钓上来王八 反而白白搭上条路 铁牛就是只白眼狼 铁牛在别处它是狼 在我这儿它就是条狗 那 那就敢看着白花花的银子 往他家里流 你的眼睛就能看三尺一碗 银子放在哪儿不是放啊 整个眼睛都是我的 我想让银子姓丁还不容易啊 咱们呀真要为了跟他制谢 咱们就跟杨家制成一年半载 他呀制不过我 可是啊 这这 这收回铺子呢 咱们跟杨家就算结了院 况且咱们这闺女 这一辈子就永无出头之日了 那 那你说咋办呢 不是百丽要吃冬草吗 是啊 那你问问冬草愿不愿意啊 哎 灯草 你说呢 爹 这 拜天地的时候 就是百丽抱着大公鸡跟我拜的 那你就是愿意了 我听爹的 得 这不是又是一家人了吗 百丽啊 别答应老马把你分出去 这也是没办法 别怪你 你怪 我没怪爹的脸 你应该怪我啊 我这几天哪 我给你学木的手一活 介绍你去当学徒 等百丽和冬草他们 把日子过稳的嘛 老马家的气也就消了 等那时候你再回稳 爹 就用麻烦你了 我也想出去闯荡闯荡 就是 就是 柜子里的包袱给我吧 那是你娘的东西 你想要啊 就带着 白叔啊 我年轻的时候 我不信 可我现在信 白叔 咱就是一个做小买卖 这心宽渴 可不能心高的 你看 从古到今的 连做皇帝的 都有会杀头的 做穷鬼的 那就是 挨饿手动的 就咱这样好啊 飞不高 也跌不着呢 可是我就不明白了 这样安稳的任务也不要了 你到底想要啥呀你 警察 嗯 嗯 您找我呀 好 来了 坐 好 你有什么吩咐 明明的事 聊聊 来了 各把月了 又各位同仁都熟悉了吧 孟希 自幼不善言辞 也不太焦急 还是 一些做好分类的事情 才是正道 不拉帮接派是对的 但是 必要的沟通 还是要有的 对 我来的时候 秦校长祝福过我了 做官呀 不同于 读书做学问 啊 官场上 要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只管拉扯不看到 那是很危险的 啊 孟希愚钝 还望 韩剑长您多多点拨 要说难 也不难 你只要 不站错队 就犯不了大错 啊 作为一线执掌 啊 是吧 有些行动 是不太方便 啊 所以呢 哎 这就 靠你 你就要替我 多接触 下面的一些人 啊 多留 多看 借机 察言观色 身中有数 啊 做到知己知彼 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我 我知道 韩剑长我知道您的意思 只是 我对那些个市井闲言 不感兴趣 倒是我那个糟糠之妻 是个好热闹的人 哦 你夫人 对 哦 你夫人好热闹 那一定会晚上 给你吹许多的耳边枕头风吧 哎 都是些市井闲言 我也从来没有感过兴趣 哎 虽然诧异 不有包容图 竟有康钱二弟 都有 微服释放的美名 哦 对了 呃 我听他说过这么一件事啊 呃 警察局的铁队长 在县里 开了一个铁机饭庄 铁队长 您要是忙公务 您这铁机饭庄 就由我来和您照顾着 您就放心吧 啊 这不老姜这一说请喝酒 我马上就想到铁家饭庄了 要不我再多调点地形饭过来 给您烹烹茶 天天人气 哎呦 三哥 那感情好 哎 小二 赶紧加个菜 三哥 你能不能别跟我这么客气啊 铁队长的生意 咱们必须捧场 必须捧场啊 弟兄们平时才要别辛苦 该靠楼靠楼 嗯 县里的官商 甚至包括一些地痞流氓 都要到那儿存上一笔酒钱 方当宝都平安无事 好 你为严谨理了打工 回去告诉你的夫人 有事没事 都出去转悠 多听 多看 多聊 多掌握情况 走走 走 走 何先生 铁队长来了 坐 谢谢何先生 呦 我可找也在啊 哎 哎 在在在 哎 这些报纸 你都拿回去 哎 要好好地读 哦 啊 咱们这个心血啊 是要大力宣传宣传的 哎哎 所以 你要从中多借鉴 哎 哎 嗯 哎好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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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队长 坐 坐 铁队长 嗯 铁队长 嗯 我有件事 想向您汇报一下 哦 不急 这样吧 咱们 勞役结合 是 找外面找个棺子 我请你喝一杯 不不不不这不合适吧 这还合适 一边喝一边聊 好不好 嘿嘿嘿 铁队长 你说最近外面哪个棺子 最牢靠啊 最牢靠 丁队长 丁 哎 这一回我算是把韩靖明给拿住了 我把他拉到我的小馆里 一杯酒我得给他灌趴去了 这老小子说话也不咬文嚼字了 别扯那没用的 捞干的说 哎 哎 哎 我看他喝多了 我就拿换饮他 我跟他提了很多严惊乱七八糟的事 什么我这儿警力不足啊 县政府没钱养不起人啊 正事办了吗 办了 我说我查出冲击县政府的主办了 韩靖明当时就发话了 说 天天 我马上把您给我抓起来 他问是谁了吗 问了 我说是罗伍 罗伍就是黑帮头 这小子七行霸市专门祸祸祸老百姓 老百姓的民怨极大 有长进啊 你抓紧行事 免得夜长梦多 是 去吧 那我忙去了 看来韩靖明也有点熬不住了 喂 喂 小林睡下了 晚上得空 帮我把鞋上过去 上的也没你好 穿的也不可教 你说你跟老牛真是一对活宝啊 打起架来不犀利 这心疼起人的也不犀利 上个月不是刚做了一双咋又做新的 以后再打你 是要上我这儿哭天沫 啥眼神啊 你看仔细了 那是我家老牛的脚 这脚够大的 这谁做的呀 还有谁呀 白顺的 好 你啥时候把你这上鞋的本事交给我呗 你看 咋去跟别人上的不一样呢 看着凭整不说吧 穿着还舒服 是我娘传给我的 其实也没什么难的 就是麻烦点费点劲 李小学 我教你 算了吧 我还是别学了 我这粗手笨脚的事还学不会 你听人家说吗 巧人是拙人的奴 你那叫有福气 谢谢 谢谢